一起去跑步 请不要说 嗨 大家好 我是DJ欧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青春最欢乐的Podcast 消化饼和小布的青春爱消遣 都跑在半路 搭乘列车编号 央乐会 开往青春岁月 列车快要开了 旅客请赶快上车 笑声不间断 轻松又愉快 台湾唯一青春性Podcast 准备让你感官全开 最新鲜的内容 最爆笑的题材 最犀利的言辞 最激情的电台 消化饼 消布 联手制限 两个小时还了一百点 私称指数过万点 车门即将关闭 还没有上车的旅客 请赶快上车 你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上车 青春爱消遣 现在start 欢迎收听青春爱消遣 我是小阿饼 我是小布 好久不见了 让大家久等了 真的是很久了 对 没想到我们经过这个学期 我们只录了一集而已哦 从起初 就这样到期末 真的耶 就暑假了 实在是有点报应耶 等一下 而且一转眼暑假又到来了 而且小布现在好像是一个没有暑假的状态 是不是 对 现在是一个研究生的身份 但是这个研究生跟超阿饼的研究生的身份不一样 对 就是 没有关系啦 我们这方面就不需要多琢磨了 毕竟我们等一下是要站在同一个地主队的立场 跟我们的来宾进行一个对抗啦 我们要先团结 好 我们先团结 先不要内讨是不是 对对 没错 好啦 没有就是因为是要做实验啦 所以平常其实暑假的时间还是要去实验室报道 过着一个朝九晚五的生活 讲到朝九晚五应该要有另外一个人更有资格说自己是朝九晚五啦 好 那我们就直接因为暑期档第一集的缘故嘛 所以我们一样今天还是我们的青春大来宾的这个存在 而且呢 这个青春大来宾相信如果你从第一集听到现在 应该是没有这种听众吧 我想 干嘛这样说 搞不好我们有死忠的粉丝啦 好 总之呢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录音间当中了 这个美丽的OL 美丽的OL最近在为加班费的事情在苦恼啦 等一下可以来好好问问他 所以呢 我们来直接进入我们第一个单元 就是我们的这一次的青春小学堂 告诉大家主持人 换人了 你看小木勒的 我们就进入我们的青春小学堂 欢迎加入青春小学堂 跟着小布一起上课啦 快准备好 接受开学考 一起展现你的聪明吧 青春小学堂开张咯 我是小花饼 我是小布 今天呢 小布 还好吗 第一次主持有点生疏 因为今天不是一个参赛者的立场嘛 对 没错 立场召唤过来了 是 因为呢 这一集不是小布主持了 是 小花饼 挑大梁 为大家主持这一集的青春小学堂哦 那这次的青春小学堂 想必是有一番这个新气象存在的 因为呢 我们地主队 终日可以终止我们连败的命运了 诶 这也难说诶 不见得哦 希望真的就放在你身上了好不好 为什么会变成小花饼主持这一集呢 主要是因为 我本身实在是书帕了 对 就自从这个单元以来 那个小花饼好像没有赢过 这倒是一个事实 没关系啊 不用记得这么清楚这种事实 就是连败连战 连战连败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换一个人再出发 是不是到底是这个 单元天生根本慈悲是不太合呢 对 汪水的问题呢 还是人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是用答案不用问啦 大家自己心里明白 大家亲自肚明就是 好 所以这一集的青春小学堂就要来给大家 没错 就是十二道题目的考验咯 这一次是由小小饼出题的 所以呢 来听听看这十二个考题是不是能够考到 让小布还有我们的今天大来宾哀哀叫了呢 我们来先来 公迎我们的大来宾出场 今天的大来宾呢 是一位刚才讲过美丽的OL 为了很多就是工作上的烦恼 在忧心忡忡的美丽OL 欢迎我们的严丰丹出场 严丰丹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 她是丰丹 我是丰丹 丰丹今年几岁呢 今年二十又三 二十又三是不是 好 今年二十又三的丰丹 有没有感觉到一次紧张的气氛存在呢 有的 有的 知道我们这个大人要做什么吗 就是要考试 考试 为什么每次问到来宾说我们大人要做什么 大家都一副好像很茫然 很茫然 然后有点害怕的感觉 对没有错 想请问封丹有没有看过 有张晓燕主持的台湾小学堂吗 有的 对没有错 那我们接下来做的那个事情 就是类似这个事情 就是一个抄袭啦 我们每一次都把他点破一次 你知道 我们是要等他们就来罚我们是不是 反正因为现在节目也不带啦 而且重点是他们节目也是抄的 不是你知道异智游戏这种节目 你能说谁抄谁 你真的没有抄袭 就是大体上的东西 可以啊 就是一样的东西啊 东西就是一样啊 你要说金头哪有抄袋小学堂吗 那个不太一样啦 可是那个真的就是抄 没有啊 我们求救的方式也不一样啊 对我们要做一些小小的概量啊 我们有些更改啊 对对对 就更贴近大家的资讯科技的能力 好所以呢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的青春楼堂究竟有没有规则怎么进行呢 就是十二道题目 这十二道分别是从一到六年级的难度 那这个难度一样就是有消化饼认定 它的难度是多少的 对它自己的主观的判断 对依照我本身生命经验告诉我说 所以一方面呢也是要看大家 到底是不是能够跟消化饼心有灵犀的程度 这个算是蛮包罗万象的 但是呢一定会有答不出来的时候嘛 嗯嗯 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需要做一些求救的动作 是 有三个求救方式 第一个大家听好了 第一个就是我们最简单 最不需要解释 最直观的消取法 是的 消取法就是四个选项 我们给它消的剩两个 几率呢就从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咯 是一个倍数的成长呢 哇 学校女数学很好 好 等一下我初选题 请大家不要仔细加油咯 好烦喔 不想算初选 不想算 接下来呢还有第二个求救方式 相信呢第一个求救 因为还是有点运气的成分在里头啦 嗯 两个要选错一个也是蛮 蛮容易的 那接下来第二个求救就是我们的 Siri 女人我最大 哦对啊现在变Siri了对不对 就是呢请你要对Siri 来提出你的问题 好的 由Siri来提供解答 嗯好 那接下来呢 三个求救方式 是我们所谓的call out 这个call out就是呢 当然就是要看你的 平常这个人脉 最近是广不广咯 是不是有结架 现在三叫九流的朋友呢 每次用的时候 没有一次成功的 因为大家都不接电话 因为大家都不接电话 现在大家都不喜欢接电话 对 但可能也一方面的显示就是 小哈饼这个参赛者呢 他的人脉来讲可能有点窄 就是每次打就那几个人 但是永远都不会接电话 对我打了同一个人两次 而且呢那两次都是大概三天之后吧 然后他说欸你那天打得我有什么事吗 所以是圣选朋友 是 敬朱者是 敬末者黑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一点 大家三个选项 三个求救方式 如果都可以 这个handle的很好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我们的 青春小学堂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加油 加油 我们说有没有出过社会的历练 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啦 我们来看一下 学生组PK社会组吗 没有错 好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究竟这十二道题目 谁会胜出十二个考题的 题库就在这里了 请大家看好 六年级有家政跟听觉艺术 为什么 为什么六年级都是我不擅长的东西啊 每年都不擅长 什么是听觉艺术 听觉艺术就是以前的音乐 音乐就音乐啊 你去问教育部啊 我怎么知道啊 整个诗题变成大体皮肤一样啊 就是有一些美化的作用 真无聊耶 所以是六眼级音乐跟六眼级家政 这个策略 就这样怎么选 一年级得一分 六年级得六分 依此类推哦 所以你到底要先选简单的 还是要先选男的呢 哪个是男的呢 好 那就要看大家 是不是有这个足够的勇气去挑战了 我们就来 请我们的 来宾优先好了 来宾先选啊 请来宾先选题目 先选啊 六年级家政 六年级家政 最后年级 好害怕 我觉得风带有点好呼嚨耶 好 没关系 你有球就可以用啊 就是勇气很家政 就是要已经家政 锁定 毕竟我们今天的这个来宾 也是留在平常一个人在外生活的经验 所以应该至于这种家事家务方面 应该是算是比较拿手的 好 我们就来看看 你们来看看嘛 六年级家政 听好 风单 在许多有名的菜肴当中 是 左宗堂姬是相当受到欢迎的一道中国菜 我很喜欢吃耶 请问 左宗堂姬为什么叫做左宗堂姬 有选项吗 当然有选项咯 请听好 第一个选项 左宗堂发明的 二 左宗堂最喜欢的料理 三 发明者随性想的菜名 四 清末的皇帝玉式的菜名 哇 怎么都可以的感觉 都可以耶 好 请选择 三啊 三啊 随意想的啊 风单觉得呢 左宗堂姬有吃过吗 有吃过 其实我有疑问耶 其实我好像问过 左宗堂姬跟公保鸡丁的差别 那你可能吃到就是不到地的喔 还要这样讲吗 等下要不要公布一下店家 好 所以 风单 决定好了吗 诶 求救可以 可以用啊 你现在可以 啊 没有啊 就三个 用掉就没了 小朋友三个就有机会 对 用掉就没了 我觉得Siri不会告诉我 我更不 更不觉得CALL 我会告诉你 你要想CALL給谁 我很好奇耶 如果你可以CALL 你可以要CALL給谁啊 这个问题已经存在我心里 有一阵难以后 我就一直在想过 我都想过啊 之前我也是吃饭 所以有一个人很无聊 问我说 他说有左宗堂姬 他怎么没有李鸿章姬之类的 然后我想说对啊 为什么没有咧 是 所以我觉得是3 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喔 好 没发现了吗 好 所以请风单来作答 CALL UP CALL UP 好我要CALL UP了 好好好 风单选择CALL OUT求救 要CALL的人是 是 他妈妈 风单妈妈 丹妈 来请丹妈来为我们解答 到底左宗堂姬到底她是怎么样子的名字由来喔 尤其是丹妈我们知道 长得跟眼峰呢 非常的像 所以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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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个冷知识啊 又是个冷知识 欸 怎么样 欸 母亲啊 我要问你一个重要的问题 是 就是 左宗堂姬啊 为什么叫左宗堂姬 你们听得到吗 有 哦 你确定吗 会不会是别人封给他们的 一个美名 你好有智慧 母亲 好的 那 那 那我要作答了 嗯 我正在这边考试 好 那没事了 好 拜拜 哇 没有错 既然选项都没给 丹妈就已经回答出一个 直接讲了耶 因为是她喜欢吃的 没有错 这很有道理 对不对 好C 要锁定了吗 索堂最喜欢的料理 可是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这个有点tricky 你要相信吗 好不容易call out有人接耶 你就不孝女了 唱我们那个节目的记录耶 终于第一次call out有人接 人家有接通耶 多么令人振奋 我想要叛逆 你想要叛逆 我想要捂逆 好 你想要捂逆 听妈妈的话 听妈妈的话 要选择左宗堂最喜欢的料理 就是 那我们锁定了吗 锁定 好 我们来公布解答 到底 丹妈的智慧 是不是 能够给封丹 让她一字先值得点 获得六分呢 是 我们来看看 丹妈究竟聪不聪明咯 好 答案 贝贝 好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 嗯 这个左宗堂基的发明人 叫做彭长桂 好总之呢 是在1970代之后发明的 她那个时候呢 刚好啊 那个蒋经国下班了 嗯 她就去她的这个餐厅吃饭 是 餐厅原本是要打烊的 所以呢 那个食材都没有了 那怎么办呢 总统来访耶 欸 那个时候是行政院长啦 好 OK 行政院长 对不对重点 总之呢 她就临场发挥 就把鸡腿去骨切丁 又给辣椒去籽切断 嗯 之后呢 就把它这样拌炒均匀之后 就变成一个新菜色了 哦 那这个蒋经国吃了之后 就觉得哇 怎么这么好吃 嗯 主人是三欸 我刚才是乱讲的耶 就借用了 他都没有 佐重糖 我太强了 我太厉害了 主人是三 答案就是三 老涛的咀嚼 老涛的咀嚼不会错 发明者随性想的菜鸣 她明明就公保鸡丁在那边球 在那边装 今天我相信也为了很多人解惑啦 到底吃了这么久 都不知道总统行鸡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且我不知道它是这么晚才发明的菜鸡 对 约约正就已经 而且它是台湾菜哦 对啊 我以为一直以为它是 对啊 好酷哦 sorry 六分没有拿到 现在是0.0的状态 接下来该小布作答 耶 那我就要选六年级的听觉艺术 大家都很敢挑战哦 对啊 反正现在他没得分没关系啊 是大树的一局人 六年级听觉艺术 是 小布 嗯 美国的告示牌排行榜 是非常具有公信力的排行榜 嗯 请问 在告示牌排行榜 Billboard 律师当中 获得了最多次单曲排行冠军的艺人是 好有选项吧 四个选项 好 第一个 Maria Carey Maria Carey 第二 第二 第二个是 最多次耶 Madonna Madonna 嗯嗯嗯 再来 第三是 Alvis Presley 猫王 啊 第四是 The Beatles Beatles 請做答 我要用香趣法 我要用香趣法 山趣法 剩下的是 二 Madonna Shit 跟Beatles吗 四 太贱了吧 這樣不對喔 我依照最小步的聊鞋 我覺得你想像 Shit 你再想一次題目 獲得最多次 單曲排行冠军 不是停留最久喔 是最多次冠军 多次的冠军 對 有最多首單曲都拿到冠军的 最多首 那應該是Madonna啊 因為 以那個活跃的時間來講 Madonna還活著 Po4也有活著 Po4也沒死啊 不是啊 Po4已經 分崩離析啊 他們已經解散啊 就沒有辦法再繼續 挑戰這個紀錄了 沒有辦法挑戰他的那個輝煌啊 對 他們就是那一小段的時間 對 就只有那一小 就是那個 黃金的年代就那一段嘛 就是你知道 Madonna從以前到現在 這麼長久時間的精英 想當年Lily Gaga還沒出生的時候 對 他是那個年代的人 所有人都有偶像 內衣外穿 Madonna就是他了 Bitch I'm Madonna 所以決定就是Madonna 可是我覺得我有看過某一個什麼 冷知識有講的好像是 就是Beatles好像是 就是有得過最多次 單曲冠軍 我覺得直覺是Beatles 但你是覺得應該是Madonna 因為 就像我剛剛分析的 感覺Madonna的時間比較長 就是講到我們快思慢想的 有感覺 那你是要靠你的直覺 還是你的理性這種思考 決定一下來 哪一個才是對的呢 照我剛剛說的那個理論的話 應該是 想的比較慢的 是不是比較 你說理智的比較對嗎 對 紅藍翻譯的話 他是這樣寫的啦 那就不對啊 不行 我決定用Beatles 因為我覺得以我對他的了解 我剛剛那麼快講Madonna 他有一股那種 開心的感覺 我每一刻都很開心耶 不是就是有一股那種 暗爽的感覺 對 所以是Beatles 我鎖定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答案 究竟是不是Beatles呢 恭喜小布千尺得點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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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看過 我有記得某一個紀錄有寫過 是Beatles 沒想到小布還是 發揮的蠻好的喔 一開場就 讓這個消化餅相形濕色的感覺 好 那我們來公布一下 Maria Carey 她總共得了18次 很多喔 Madonna Sorry 只有12次而已 她還比Maria Carey少喔 是喔 哇賽 貓王跟Maria凱莉都是同名 就是18次 喔 但是Peatles的Beatles 拿了20次 果然 所以看起來Maria Carey 蠻有可能 超越的 在出境還活著 又還活著 可是她還活著 但是她的嗓子好像沒有活著 她的身材活著 超越誇張了 她的身材 她的身材壓抑了 她的嗓子 所以呢 恭喜小布得到了 6分 開心 該封單了 封單再選擇吧 封單請選題 不過啊 加著那個很可惜 我要五年級社會 五年級社會 是社會組就選社會 社會這個很多科目 有歷史地理公民 都是社會喔 挑戰可以啊 你這樣子就是 我搞不好我會選啊 你把我 得到機會 對小布社會課 感覺很強 你願意先把它打做 也不要這樣 就決定是哪 五年級社會的考題 我們在讀社會科的時候 最常改的想必就是原住民的族數了 請問 現在原住民委員會 認定台灣原住民總共有幾族 超難的 那個超難的 四個選項 第一個 十三族 第二個 十四族 第三個 十五族 第四個 十六族 請選擇 要求救嗎 還是要可以猜一猜 說不定會猜對 可以回想一下我們在念的時候 有幾族 這樣可以推理一下 推不到吧 推不到 真的 有沒有我們畢業旅行都有去哪裡玩呢 那你不求助 那才九族喔 選項都已經到了 要使用求救嗎 刪去 確定 你現在也只是剩下哪個數字而已喔 現在是感覺他們沒有 現在是數標感覺 對對對 那是感覺 好 決定使用 申去法 現在剩下 第二個選項 十四族 跟第四個選項 十六族 二 二是 十四族 對 嗯 就是覺得政府 就是這麼認定的 十四是一個數字 十四也是一個數字 十四也是一個數字 十四是一個數字 有沒有 縫四可能不太吉利欸 十六啊 十六有沒有 感覺很吉祥 十六二八年華 所以咧 很熟 你的直覺就是十四 鎖定了嗎 你不會誰知道 我本來以為是十四欸 可是感覺聽他那樣講 我也有點 不知道是哪一個 聽我怎樣講 好啦 十四了 十四 小布啊 狗狗啦 究竟現在台灣的書名總共有幾族呢 是 縫單覺得是十四 那小布覺得是 十六 十六 我們來看一下答案 究竟是多少 答案 恭喜小布答對了 哈哈哈哈哈哈 Sorry 是十六族 十六族唷 好 我們來公布一下 剛唸出十六族 十六族的獨名嗎 好的 九族相信大家應該都很熟悉了 是 我們從第十族開始唸起 好 第十族是少族 十一是葛瑪蘭 十二是太魯閣族 接下來呢 又加了第十三族 薩奇萊雅族 好 以及第十四族是非常紅的 不電影賽的客族 喔 在去年的時候 去年六月的時候 加了又加的兩個族喔 這時候我就可以輸了 好 對 又update到去年六月的消息 去年六月 告訴你 第十五族是 拉阿魯蛙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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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族是 卡納卡納布族 所以現在總共是 十六族 好 恭喜大家今天 終於update到最新的這個族數囉 歡迎歡迎 但是呢也非常可惜 封單還是掛單 好 接下來又該小布來選題了 那我要 請加油 四年級的國文題 你還不挑戰數學喔 不要 小布數學不是蠻強的嗎 我現在 千年離主耶 我現在連加法都不行 不要太 加法都加很久阿 我覺得我腦袋下已經生鏽了 我等於考一些記憶性的東西 所以你要選擇的是 四年級國文阿 OK的 好 不要考自贏自行就好了 請聽體驗 查字典比賽開始囉 Shit Shit 你拿到的字是 小布請加油 今天希望你會贏 你拿到的是一個贏字 贏字喔 請問應該要查哪一個步手 Shit 四個選項 第一個是 頭部 頭部是哪個呢 就是一點再一橫 是最上面的 贏最上面的 叫頭部 喔 一點的 喔 二是 口部 三是 肉字邊 肉部 四是 背部 請選擇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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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罵髒話 這個真的我想應該是 小學程度的問題 小學會教查字典哪 你一直在看贏哪個步 查字典哪 查字典哪 查柱音誰查步手啊 我喜歡查步手 真的假的 好高級喔 好高級喔 高級在哪 我都會查柱音啊 小時候我都會查步手啊 我很喜歡算數啦 喔 就是查筆劃 我覺得那超難的 你覺得很有樂趣 你即使知道步手 我每次筆劃也算錯 還是查不到 好 看來這題是沒有 中到小布想要打的東西啦 Sorry 頭部 口部 肉部跟背部對不對 沒錯 這四個都在贏這個字裡頭 我想先想想 贏這個字原本的那個字原是什麼 從甲骨文開始想起 甲骨文開始想起 想的是什麼呢 覺得是什麼呢 六輸哪一輸呢 是象形還是指示 會議行聲 會不會贏就靠這題了 頭部 我比較想看是頭部還是背部 這兩個在選擇 背部 背部是不是 對 背部 覺得是背部 對 為什麼呢 有沒有什麼理由跟大家說明一下呢 因為感覺字原上來講 它就是贏 古代要贏就是要很多的錢 對 所以呢 要錢呢 古代的貨幣就是貝 貝殼 是貨幣的一種 所以它一定是從背部 好強喔 這個極力的感覺 很厲害耶 是不是 好啦公布答案囉 大家覺得不對 講了半天 兩個人在這邊 兩個自己在那邊嗨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我不要 我不要 就是已經對了 就是對了啦 好我們來聽一下答案 究竟是哪一個部首 看小布這次能不能夠拿到 茶字典比賽的冠軍喔 贏這個字的部首 是 頭 是 口 是肉還是背呢 反彈 就是 超反耶 貝殼 沒錯 小布 哇 勢如過竹啊 真的啊 又達到了四年級的國人 拿到了四分喔 所以呢 來解釋一下這個銀 到底為什麼是貝殼 師公講樣 一定是 銀本身其實是一個會議字 它代表的是 肉多的獸 肉多之獸 所以應該要選肉部啊 對啊 但是呢 引申過來就是說 這個商人啊 你賺錢 有這個餘力 有這個利潤的話 就叫做是銀 所以銀 本身realize的意思是利潤的意思 喔 所以呢 恭喜小布這個推理 蠻正確的喔 這一部沒有錯 是跟錢 其實是有些關係的 其實是個資本主義的社會 從古代就開始發展了呢 沒錯 好接下來我們請 封單繼續選題 繼續 這一次要 五年級數學啊 五年級數學啊 你再不選我也沒機會了 好啦 五年級數學 五年級數學 請聽題 小明 小華 小美 三個人比賽一千五百公尺的賽跑 當小明 當小明跑完全程的時候 嗯 小華還有三百公尺 嗯 小美還有五百公尺 嗯 請問 當小華跑完全程之後呢 小美還剩幾公尺 什麼意思啊 嗯 這個我想應該真的是國小占度的題目 是嗎 算是吧 聽懂題目嗎 需要我再付出一次嗎 我想有吧 可以提示這個跟速率有關係 廢話 有四個選項 一是兩百公尺 二是兩百五十公尺 三是三百公尺 四是三百五十公尺 我怎麼不會啊 欸是不是可以從答案 帶進去算呢 沒有錯 欸我不會算了耶 那不要設個X呢 設一個位之數 就可以列出方程式 不會有Y的存在嗎 不設X嗎 你看 不過這題 其實不需要設X也可以算得出 好 真的嗎 你不要再搞亂他好不好 你讓他認真地記一下 現在算可以嗎 但是你要把那個人名代換成我們三個 不會比較有畫面 真的 有什麼差別啊 我也不會 小鋪要不要在旁邊算一下 你要我在旁邊算一下 那他不是知道了嗎 我又不知道 我又不知道答案我還沒算啊 欸是一千五百公尺嘛 跑完對不對 對 欸有總 有總那個啊 有總距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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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好累了 跑到天荒庭 然後 都不知道三成幾公尺 我剛剛覺得好難 小明跑完小華還有三百公尺 小美還有五百公尺 好 我算出 我算出來了 我真的覺得 我沒有看答案我算不出來 真的假的 假的 這是不是小學題目嗎 欸我真的覺得 求一些那個 最小公尺數 沒有最小公尺 最小公尺數 最小公尺數 欸我這我也不會 我有點忘記 欸 欸這樣不對啊 很簡單啊 其實 不要想那麼難 不是要先求得兩個人的速率嗎 嗯 方向是正確的 欸我不會是 好啦拼自己的 對啊 很久咧 我要算出來 這段會卡掉 沒關係嘛 隨便假設一個數字 所以小明花了多久的時間 跑完全程 你就可以算出來 小美到底 宣稱了自己公尺 小美已經要 虛脫了 因為她現在在原地 踏步了很久 不知道該怎麼辦 她很迷惘 以後就是你的小孩 就這樣好捏 媽媽我作業不會寫 怎麼可能不會寫 拿來看看喔 就是 第一 第五言你知道嗎 我覺得他們現在小學的 數學好像也沒有 沒有這麼簡單欸 我覺得好像更難欸 你這樣很嚴重 在情何以看啊 沒有我現在 不會假設時間 什麼意思 你就隨便 想一個書 假設就好了 你就隨便想一個書 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直接定下一題 現在終於知道 為什麼一支節目 都有限定作答時間 為什麼你有沒有限定啊 等一下在想的過程中 中間有很長的一段gap 不知道要做什麼 你知道 主持人也很難發揮 好 我知道答案了 好累喔 所以出來了 出來了嗎 答案是什麼 250 250 你要不要驗死 哈哈哈哈 幹 這還那麼全面對 根本算得不太 搞不好是我錯了啦 沒有啦 沒有啦 他的表情 已經說明了一點 他的表情好好笑喔 好啦這已經算了 結束了啦 他就250了 對250 就250了啦 好公佈這邊答案了 就是 恭喜瘋丹答對了 250 得對了喔 那是我算錯了 你算幾啊 我算200啊 對 算錯了 你幹嘛這樣那個表情 太奇怪耶 恭喜瘋丹得到了 耶 我以後有小孩 就不用太心虛 可以給他們聽這段 得到了5分 媽媽有算對過 對 媽媽在她24歲的時候 23歲的時候 還是可以算 24歲 當小明跑完1500公尺的時候呢 是 到底小華跑了多少公尺呢 就是1200 嗯 小美跑了1000 對 這沒問題嗎 沒問題 就這樣簡單 所以呢到底小美的速率是 小華的多少呢 嗯 你就要把1000除以1200 得到的是六分之五 所以小美的速率是 小華的六分之五的啊 這個小華跑完1500公尺的時候 小美就只跑了她的六分之五嘛 對 跟速率的關係 對 就把1500乘以六分之五 是1250 嗯 再把1500 減到1250 就是250 請小布來選擇 好 我選四年級自然 四年級自然 與生活科技 嗯 深科選威 不要再說了 不要說了 好 但是這題考的不是深科 但是相信您應該也是會有作答答對的機會 我們請聽題目 發生樂園 發生粉塵爆炸意外 好天啊 許多網友的發言被譴責是沒有同理心 嗯 請問下列關於同理心的敘述何者為非 那跟自然有什麼關係啊 一 銅的導電性很高 蛤 二 銅理心 不易於其他物質產生反應 哦 三 心的化學符號是ZN 四 銅理心當中原子序最前面的是理 好 四個選項需要再重複一遍嗎 你先講你喝得為非是不是 哪一個是錯的 一 銅的導電性很高 二 理 不易於其他物質產生反應 三 心的化學符號是ZN 四 銅理心當中原子序最前面的是理 請作答 我來背下一個科技錶 皮皮妹 你應該四倍咧 欺貝大甲如瑟巴 海南亞克山東 對 海南亞克山東耶 沒有用 他沒有用 他沒有用 從中就沒有找到 從中沒有找到理啊 理在哪啊 哪裡 真的好難喔 沒有 我們國中的所有都會要求要編一首歌 唱出來 對啊 理在哪 銅 銅 理 銅 理跟心 心是多少啊 可以先刪去阿 你就哪個是要先刪去的 反正一是什麼 銅導電性 很高 對啊 第二個 理不易於其他物質反應 嗯 欸?我想想喔 嗯 喔 那應該是第二個錯了 因為我記得是那跟李嘛 欸不對 是那跟甲喔 李不是丟進水裡就會有 是嗎? 李的活性蠻高的吧 它是金屬阿 金屬油化學有活性很低的吧 可是李是 可是李應該是高的吧 欸等一下等一下 我有背過那個氧化的程度 我想一想 讓我回想一下 我記得那個可以被氧化的程度 甲那李 對阿 欸第二個錯 甲那李是什麼 甲那李 欸 我記得銅跟什麼在很後面阿 心服 對啦 李啦 第二個啦 第二個錯 第二個錯 對 那第四個呢 第四個應該是李在前面的啦 因為我覺得心好像 他好像在左上 對啊 左上角 左上李 Somewhere 就銅化到銅很下面嘛 心好像也蠻下面的 現在又 對 所以李應該算是前面沒錯 所以是第二個錯 確定 確定 好 公佈答案 恭喜小布答對了 耶 我剛剛聽第一遍就覺得是二了 我也覺得是二了 那剛剛考慮這麼久就開始了 是大一點節目效果 好好好 我們來告訴大家 這個銅的導電性跟導熱性都很高喔 僅次於銀而已 對 對 尤其這個李的化學性質十分活潑 嗯 他說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呢 能夠以除這個稀有氣體之外的大部分的非金屬都可以反映 很活潑的這個物質 對 原子是 李是三 銅是二十九 心是三十 對啊 好 所以呢 恭喜小布 在下一層拿到了四分 哇四年級完勝 YES 所以呢 小布的程度大概就是大概四年級左右了 我們可以從來看出來 我有答對六年級的啊 好所以該封單作答請封單繼續加油 那我就 我就鄉土欸 好啊 鄉土也可以啊 鄉土是什麼 要不要小布來告訴一下 這是上教台語的歌曲 呵呵 好 你你台語 OK OK 好啊 教練你再看吧 好啊 教練你再看吧 你在念什麼你啊 請聽提摩 提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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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價落地瓜 什麼東西 我知道耶 請問這句俗言的意義為何 高價落地瓜 你可以把那個作詞 你可以把作詞說出來嗎 唸出來嗎 我練很久耶 聽不懂嗎 狗食落豬肝 高價落地瓜 哦 高...哦 高價落地瓜 沒錯 請問意義為何呢 四個選項 一是 自己心裡有數 二是 不適貨 三是 趁火打結 四是 心腸軟 請作答 狗吃 落豬肝 沒錯 可以覺得 我已經有答案了 你有答案啊 我猜的啦 我覺得應該是 再一次再一次 四個選項 一是自己心裡有數 二是 不適貨 三是 趁火打結 四是 心腸軟 怎麼可能是心腸軟啊 搞不好是心腸軟 哦 你是說 因為他就是 不會自己去把那些豬 弄死了 他就 吃了路上豬肝 就是代表他心腸軟 你知道嗎 為了套答案 總之其他三個是我掰出來的 不覺得都蠻有道理的嗎 對呀 第一個沒有道理吧 第一個是什麼 我也覺得蠻大 我已經過了 自己心裡有數 對啊 有關係 怎麼叫自己心腸軟 有關係啊 你說有數是幾個 對啊 就是心裡有數啊 就是你 心裡知道自己吃了幾個 對對對 幾個路上的豬肝 這完全沒有合理啊 自己聽就知道 是你自己掰的吧 趁火打結啦 趁火打結 小布覺得呢 我也覺得是鎖定 不敢 不敢 我覺得欣賞人也是你瞎拍的 她欣賞人我不懂耶 完全沒道理 你都是欣賞人 公布答案 公布答案 風丹到底能不能 在下一城晚會烈勢呢 喔喔 sorry 風丹答錯了啦 真的假的 不要跟我說是心腸軟 高枝落地瓜 鼠炎的這個 謎底是什麼呢 就是 白內哉 腹內之 所以真的是心裡有數 自己心裡有數 自己心裡有數 太可憐了 太可憐了 被騙下了 被騙下了 所以呢 就是說這個 你自己偷吃了這個豬肝 所以自己心裡有數喔 比喻說 你比較偷吃的 做 對啊 做錯事 或是做一些不法的勾當 自己心裡清楚啊 不要在那邊給我假先了 你本來知道啊 高枝落地瓜 好啦 sorry 好 那接下來 換我了 那我來挑戰三年級的童軍 童軍喔 感覺很有趣 童軍 請聽題目 在野外迷失了 Oh my god 是要透過許多方式來觀測方位 飛機星 而 飛頭星 大雄座 而樹木的年輪 也可以當作方位來指引你的方向喔 請問 樹木的年輪可以當指引方向 請問 哇塞 樹木的年輪比較舒的方向 是指哪一方 一東二南三西四北 請做答 一啦 樹木年輪比較舒的指的是哪一方 沒錯 北方 為什麼 因為 冷啊 冷啊 對啊 為什麼北方比較冷 他就躺在那邊啊 我可以提示你跟北半球有關係 我們現在北半球 我們在北半球 我們在北半球 所以跟太陽的紫色有關係嗎 我們在北半球 所以在南半球就不一樣就對了 沒有 這不是應該跟氣溫 不是應該季節有關係嗎 為什麼會跟方位啊 那個 季節是說年輪跟年輪之間的那個寬度吧 對啊你所謂的舒服這一種 可是現在 對啊可是現在的舒服是說它朝一個 某一個方向會特別舒 某一個方向會特別舒 某一個方向會特別密啊 是喔年輪欸 年輪朝某個方向會特別舒 沒錯 我還要把 對啊我還要把樹砍下來看嗎 可能因為我已經被砍掉了啊 尋找已經被砍掉了 樹才能逃到道路 南北半球 北半球 北半球所以咧 北半球跟方向有什麼關係啊 太陽 柯勢力啊 柯勢力 沒有關係 那是風向吧 柯勢力是風向 這跟那有什麼關係啊 柯勢力 南北的漩渦會長得不一樣 可以耶 東西方嗎 看來小柯勢注定迷失在山裡了 我在都市就迷失了 不要跑去山裡迷失了好不好 好啊西方啦 西方 對 那為什麼 因為 對啊我記得以前有教過吧 地科的什麼 那太陽的運行軌跡嗎 所以 北半球的時候 我不知道還是什麼 我想講 反正西方就對了 我覺得就是西方 西方 西方 是不是太重陽媚外了呢 我要去西方取經 佛祖為我開路 西方 西方 好像越奇怪越合理 答案 小布究竟能不能夠再下一城呢 西 答案 答錯了 對不起 我以為怎麼一起耶 我以為怎麼一起耶 答案是 是北喔 南邊 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以我們身上的北半球來說呢 南面的光是最強的 因為我們在北半球 所以南 從南射下來的光是最強的 所以樹木需要光合作用啊 所以比較強的那一面速度就比較快啊 這樣快啊 所以就是輸了 我們越來越 那個間隔就變寬了 蛤是這樣子喔 完全相反耶 我也是長得比較慢才是輸耶 長得比較慢就是小小的啊 快的就是比較厚啊 對 喔 喔 喔 長得比較慢是密的 對啊 長得比較快是輸的 輸的 喔因為長得比較大 喔喔 喔喔 好 接下來 Sorry 小腹沒有得分 請封單繼續作答 有機會囉 只剩一年級跟二年級了吧 其他都挑過了嘛 對啊 而且你想選電腦欸 包含什麼 就是一種判斷 試試看啊 電腦你每天都在用電腦啊 我不太敢選英文 因為我覺得一定 你要選哪一個 好啦電腦啦 想要挑戰一下 有一定決定了電腦 封單準備好了嗎 選擇的是二年級電腦 請聽題目 在1998年發行的Windows98 相信是陪伴八年級生同年的回憶 算是 請問下面哪一個 並不是不是喔 不是Windows98內建的開關機音效 請聽 啊賽什麼東西啊 太難了吧 下面哪一個不是 那六年級吧 Windows內建的開關機音效 我都不知道開關機有什麼音效 不是那一個而已嗎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封單要選擇哪一個 因為你知道一 一的那個後面氣勢啊 還是有一點Windows那種味道 喔是喔 可是我覺得一 因為我聽了很耳熟欸 我覺得太耳熟了 我覺得太耳熟不合理 二就聽起來就太 就太奇怪了 這一定是 太奇怪了 這一定是限制 你一定選一個很偏的 然後讓你選錯 對 好啦 就一啦 鎖定 鎖定 鎖定一了 好 鎖定 誰小布到底覺得 我也覺得是一啊 我覺得一好像是 某一個電影公司的那個配合 就是片頭的那個音效 對對對 恭喜封單答對了 恭喜封單答對了 耶 那是哪一家電影的 是哪個電影的 那個第一個選項 其實 杜比嗎 杜比 不是喔 其實是Windows 2000的開機音效 啊 它是喔 它其實是Windows 它其實是Windows喔 沒有電影喔 不是電影喔 所以 我覺得好像喔 好 所以封單拿到了兩分 這集電腦 哇 電腦小天才喔 完了 接下來請 換我囉 我可以不要選英文嗎 蛤 等一下一年級十四也錯 對啊 你要挑戰英文 好好好一年級十四啊 被你這樣講 好 十四是不是 對啊 一年級十四 屏幕 第26屆金曲獎剛剛半完 我沒有觀察耶 我沒有入夜 請問 完了 我以為你會知道的耶 我沒有看啊 我最近沒有看啊 請問金曲獎當中 由羅石峰 陳建偉 郭金發 荒山亮的頒獎組合 他們自稱為什麼團體名稱呢 選項 一是金四喜 二是四金天 三是四大天王 四是披金四 請選擇 你怎麼會知道啊 我根本連半連都沒看耶 你可以選 那Siri會有用嗎 說不定啊 那我要怎麼說啊 對啊 今天大家都還沒用到Siri喔 那我要用Siri 然後你幫我唸名字 你要自己唸啊 那我要 你要給我 我不知道那名字啊 你真的要用Siri 我們看啊搞不好知道啊 如果是最近的話應該 關鍵字會 搜尋 搜尋 準備好了嗎 就可以來問Siri囉 誒是按 對 搜尋羅石峰 郭金發陳建偉荒山亮金曲獎 抱歉 我沒聽懂 這就沒了嗎 啊 這就是30秒以內 喔這 這就是 羅石峰金曲獎 請你再說一次 搜尋荒山亮金曲獎 搜尋荒山亮金曲獎 我在網路上 搜尋荒山亮金曲獎相關資料 可是 可是 沒有東西沒有 最後 最後10秒 啊 什麼東西啊 什麼 沒有啊 8 7 找錯人 超錯人耶 5 什麼東西啊 沒有 3 為什麼 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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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壓線 可不解 我沒聽懂 我都不好了 天安注定啊 sorry Siri這次沒有幫到你 你可以再講一下那個 平直覺吧 四個選項 一是金四喜 金四喜 二是四今天 四今天 三是四大天王 嗯 四是披金四 請選擇 因為他們四個剛好提示就是他們都得過台語歌王 那應該是四大天王吧 嗯 金四喜 四今天 四大天王 披金四 好啦 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 鎖定了嗎 鎖定了 答案 小布答錯了 快答對了 sorry 不是四大天王 沒有這麼簡單 答案是 金四喜 為什麼 因為呢 這個組合他們剛好是出現在 諸葛亮最新二歲劇作 大喜靈門當中的一個角色組合 取其諧音 取其台語的諧音 金四喜 金四喜 真舒適 還好我不知道 我真慶幸我不知道呢 sorry 沒有答對 sorry太爛了 什麼叫你沒聽清楚啊 空事多清晰啊 抱歉 我沒聽清楚 這糟糕欸 看來就要寄信給蘋果公司抗議一下 接下來請通單繼續加油有機會囉 英文啦 很英文 隨便啦 錯了就算了 二年級英文 請公主目 沙翁著名戲劇 哈姆雷特當中 請問 最後哈姆雷特是怎麼死的 欸這個我知道耶 你來看看 好過分喔 這我知道啊 這是一個心理戰術 太過分了啦 一 喝了毒酒而死 二 被毒箭刺死 三 勝掉自殺而死 四 傷心欲絕而死 傷心欲絕而死 傷掉了 傷掉了 請作答 因為我這時期剛好修了莎士比亞 因為我這時期剛好修了莎士比亞 裡面修由哈姆雷特 所以我也是這時期才新知道這個知識 不然你本來以為他怎麼死了 我只知道要to be or not to be 啊 哈哈哈哈 That's all I know 1是毒 毒酒 2 毒箭 毒箭 上吊 憂鬱 上去預決 鎖定毒箭 鎖定毒箭了嗎 鎖定毒箭 到底哈姆雷特 是不是被毒箭刺死的呢 嗯 原來他就講的to be or not to be 不可能是 因為他那一段不是在講他是不是想要自殺啊 要自殺啊 對 答案到底是什麼 請小虎公布 對啊 答案就是2 沒錯 被毒箭刺死 毒酒那很tricky欸 因為他差一點被 差一點喝毒酒死掉 但是最後不是他喝到的喔 對不是他喝到 他老母喝到的 對 像是莎士比亞被一個小巧思啦 什麼小巧思啊 拜託 你不是我洋叉 屁啊 他媽不知道 他媽不知道 讓這個國王自己也非常的錯愕這樣子 竟然殺錯人啊 對 好所以答案沒有錯 恭喜 尹鳳丹答對了 被毒箭刺死 太公分了我這題會對的 你要拿到了2分 不公平啦 好 最後 最後機會 好來請我們的 最後一題啊沒得選擇 喔對 健康與體育 對啊 請聽 請問網球四大公開賽當中 然後我只知道溫不敦 哪一個是唯一的紅圖網球場 欸 Where 1 溫不敦 應該不是 2 美網 3 法網 4 澳網 請選擇 紅圖網球 紅圖欸 美網嗎 美法 美網還有什麼 美 美法 美法澳 紅圖欸 法國 法國嗎 澳洲比較像啊 澳洲感覺第四個 沙漠 有沙漠左下角 有沙漠左下角 它在南半球 所以不一樣 就對你這邊有道理 鎖定澳網了 澳網 就這樣了 確定 確定了 難怪是美網嗎 澳網啦澳網啦 答案 應該錯吧 我覺得我臉錯欸 我剛才沒答對話 對 小布 Sorry 錯啦 沒答錯啦 美海法 澳洲它是硬地賽事 是慢速硬地 溫不敦 溫不敦是其中唯一的草地賽事 他們都保養那個草皮 那 嗯 到底是美還是法呢 美網是 硬地賽事 快速硬地 所以法網才是紅土賽事 誰知道啊 嗯 我在看網球的聽眾朋友 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 尤其呢 猴土之王 大家知道是誰嗎 就是我們的Nadale 我又沒看網球 誰知道啊 不公平啦 我從他已經同學以後 你可能是屬於下 我在高年級的 我在第一眼前都不會耶 好 成績結算 對 到底誰贏得了這一次的 青春小學堂 到底誰才是小學知識王呢 耶 成績揭曉 答案就是我們的 小布恭喜 恭喜 恭喜 所以真的是 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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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我們這邊也要感謝我們大來賓 已經承讓了 大來賓要不要說一下落敗的感言 希望下一個來賓也落敗 要拖下一個來賓下去這樣子 好 好 如果下次又回到消化病座檔的話 相信這個任務是很容易實現 好 今天小布果然不負他這個 真的是台大研究生的光環 非常的厲害 對 因為平常這個小布 就是於我們節目的 製多新聞名的啦 謝謝大家 恭喜小布 那落敗的 之後就要請接受 可愛懲罰囉 好 那我們接下來這期階段 我們要聽什麼歌呢 接下來要為你鬆聲的這首歌曲 是來自於一個加州的R&B女歌手 Jasmine Jordan 所帶來的這首歌曲 Possibilities 聽聞這首歌曲不要錯過下一個單元 就是我們的青春一起來好久不見的單元了 究竟這一次第一次玩這個單元的消化病 還有我們的大來賓 嚴峰丹到底會在這個單元錄死誰手呢 再請大家敬請期待囉 我們在這首歌曲 You caught my eye I saw you staring To my surprise You started walking my way So very cool No hesitation I knew right then The story I would have to tell I'm afraid of love again Cause of what I've been through But your patience for your perfect touch Got me focused on you And the possibilities Got you here with me I was broken once Yes that's true But now I'm rocking to a new No possibilities Got you here with me I'm ready to see Well it's fully Just take my hand Now it's you and me Now it's you and me Constant the view It's so amazing When we're apart You're heavy on my mind Heavy on the mind The past made me feel Like I was so done Then you came through I'm feeling so renewed So I'm afraid of love again Cause of what I've been through But your patience for your perfect touch Got me focused on you I'm gonna go To a place where we can see If you were me I'm gonna go I'm gonna go You're begging and we're guilty But ooh Honey Honey You got me open to The possibilities of me and you I'm gonna get my all No fear I'm so ready Ooh Yeah I'm afraid of love again Cause of what I've been through I've been through But your patience for your perfect touch Got me focused on you And the possibilities Got you here with me I was broken on Yes that's true But now I'm rocking to no possibilities Got you here with me Got you here with me I'm ready to see I'm ready to see Just take my hand Just take my hand Just take my hand And the possibilities Got you here with me Got you here with me I was broken Broken Yes that's true But now I'm broken I'm broken with you Possibility Got you here with me I'm ready to see Just take my hand Now it's you here with me Oh my god Who you're altre 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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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N 化 K